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波浪 潮汐 海流 波浪跟潮汐其实一样 什么是波浪 你看到海面 哇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海面有波动高低起伏 你就说波浪 什么是潮汐 降潮海面升高 退潮海面降低 也是海面有高低起伏 差别在哪里 周期 你看到波浪高高低低变化 周期比较短 潮汐的周期平均是12小时 又25分 周期比较长 只有周期显著不同 其他的都差不多 都是海面有高低起伏 波浪跟潮汐 用的仪器其实是很相似的 我们先来介绍这一种叫做压力虚 它可以用来测波浪测波仪 也可以拿来测潮汐的水的位置 这叫潮位仪 实际运作的时候是像这样 下方我们就放一个仪器在这里 感测压力的大小 这个仪器放在这儿是固定的哦 如果海面升高了 它测到的压力就要变大 因为P等于H乘以B吗 海面降低了 它测到的压力就变小了 所以只要由它测到的压力的大小变化 你就可以转换成海水的高度 高低的变化 海水高低变化 这就是波浪 海水高低变化 这就是潮汐 所以可以用这样来测波浪或测潮汐 接着我们来看 这是专门测波浪的仪器 一颗球浮在海上 所以叫浮球式 波浪通过的时候 借子是原地上下动 往上晃得越高 变成那个浪越高 它如何测我往上晃多高 往上往下方向不一样 速度就是改变了 速度变得就有加速度 测量加速度的大小变化 就可以反过来推 当时候往上往下多久东西 这就可以知道一个波浪通过要多久 周期 然后看到往上晃多高 就是波浪有多高 所以就可以测波浪的高度 还有波浪周期 这叫音波式潮位移 这个仪器专门测潮汐的海水位置 高度在哪里 所以叫潮位移 固定在这里的这个仪器 它就负责打音波 音波打下去 碰到海面 音波就反射回来 打下去回来 过了几秒 声音的速度我们是知道的 去又回来花多久的时间 所以我就知道海面 离我的仪器有多远 相当于你就知道海面的高度在哪里了 这就叫做音波式潮位移 测到的海面同时受潮汐影响 也同时受波浪影响 挺麻烦的耶 所以假如我们只想要测潮汐的位置 就要设法把风造成的波浪干扰 给去除海面在这儿 我们不直接在这边测 直接在这儿测的话呢 那除了潮汐水位之外 还会受风的波浪影响 所以我们在靠近海面的岸边这里 关一口井 这叫问定井 有一个管子让它跟海水相通 这两个就变连通管 所以你的海多高 稳定井里面的水面就会有多高 所以潮汐真的海面升高了 稳定井里面的水面也就会升高 但是风吹在这里产生波浪 稳定井风吹不到 所以就不会波浪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这个稳定井的上头 才放一个打音波的潮位移 从这里打音波去测 测到的水位 就可以减少风浪所造成的影响 测海流 海流是海水真的在往前流 所以基本上我们要测这两个字 流向跟流速 一种仪器是你丢进海里头 海水往前流 那个仪器就跟着海水往前跑了 所以这叫移动式 有一种就是我们仪器是固定在那 测海流流过去了 它没有跟着跑 这就叫定点式 这就是测海流可以用的工具 漂流瓶 海流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瓶子带走了 美国最有名观测海洋的这个单位叫NOAA 这就是他们丢的漂流瓶里面放着的情书 你捡到的话你要好心跟他回报 捡到的时间是在哪一个时候 地点在哪儿捡到这个瓶子 他就可以去算海流是怎么流 流向有多快流速 漂流浮标跟着海流飘整 我们希望不用靠别人回报 靠GPS卫星来做定位 上面再装一个发爆器 发爆出来 我们就可以知道 哇 原来它现在飘到哪儿去了 你要确定它是被海流飘走的 所以你看它这个漂流浮标的下方 带了一个拖曳伞 海流这个方向一冲 它就会拖着上面的浮标走 海流越强 拖曳的力量越大 那个浮标就动得越快 定点是 我们不希望这个仪器被飘走 螺旋桨是海流仪 螺旋桨有一个叶片 海流一打 它转 海流流的越快 它就转的越快 所以藉由这个螺旋桨的叶片 转的快慢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海流的速度快还是慢 下方就有一个重锤 很重的铁块 就把锚钉固定在这儿 所以上面我们会放一颗浮球 说A17在这儿 它可以测海流的速度 它的好处是什么 都在同一个地点 长时间一直测 所以好处是 我们就可以知道海流随着时间 它会有什么变化 实际上面的浮球 长这样子就是一个浮球 螺旋桨实际的样貌 重物 我们把它锚定在海底 接着这也是定点式的 这叫做音响式 海流仪 脚踩的下方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金属块 放下去了 这个就沉在海底 定点不动 然后它的音骨 就会发出声音 它如何来测海流 它发出声音 如果这些声音音波 没有遇到任何障碍物的话 它就一直往上跑 海水不会纯净到完全没有固体颗粒 会有一些泥沙 或者是一些海洋极为微小的浮游生物 所以当你的海流在往前流的时候 这些微小颗粒随着海流在移动的 那海流多快 这些悬浮在海水当中的小颗粒 就流的多快啊 音响式海流仪 它发出的音波 假如碰到这个小颗粒 它就会反射回来 这个小颗粒是随着海流运动 所以它碰到一个载动的物体 反射回来 请问什么会变 跟救护车 很类似 如果一辆救护车发出声音 靠我们越来越近 声音听起来会越来越尖锐 离我们远去 那个声音听起来就比较低沉 那是频率 多普勒效应其实有两个 一个是发出声源的物体 自己在运动 一个是发出声源的物体不动 是碰到的那个对象在动 这都是所谓的路普勒效应 根据路普勒效应 这个发出的音波 碰到这个在流动的旋浮位定 它反射回来 音律是会变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根据 这个反射回来的音波频率的变化 我们就可以知道 原来海流流速多快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 音波出去 所以我碰到这个深度的颗粒 反射回来 就可以知道这里的海流流多快 我音波打出去 碰到这个颗粒才反射回来 所以就可以知道这个颗粒 就是这个地方的海流流速有多快 这个音响式海流移 它最厉害的地方 可以同时测量这个地点 不同水深流速有何不同 那我们这个海流移 如果只固定在海底 我们就只能测这个地点的海流 觉得有点可惜 所以我们还可以把音响式海流移 固定在一艘船的船底 这艘船开出去 由船底这个音响式海流移 发出的一波 碰到不同深度的海流 它反射回来的状况 我们就可以知道 不同深度的海流的流速 然后好处就是 我的船只可以前进 可以移动到别的地点 一边移动 一边蹭各地的海流的流速 可以利用GPS卫星定位 先知道我这一艘船自己开多快 测得的海流速度 你就可以知道 不同空间 海流的分布如何 但是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到往里就必须要记得 你发出声音的这一艘船 自己在移动 所以你在计算那个海流流速的时候 船之移动的船数 要记得考虑把它修正 这个影响因素 要把它去掉 你获得的才是真正的海流的流速 这两张图呢 就是台湾的海洋研究单位 利用仪器的观测 测出的海流的流框 箭头代表的就是流向 箭头的长短 代表的就是海流的流速 它同时也测了海水的温度 所以你看红的蓝的那个颜色 代表的是海水的温度的图 所以你仔细观察一下 这两张图是不同季节的海流图 分辨得出来它们之间的差异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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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